19世纪末 随火不相容的民粹派与社会民主主义 到了1917年已经出现了戏剧性的重组 就是民粹派化了的社会民主派 联合原教旨民粹派 推翻了正统社会民主主义者 和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的民粹派主流 而列宁主义在这个过程中 也逐渐由党务上的民粹主义萌芽 否定的准民粹主义到肯定的超民粹主义 从而完成了它脱离社会民主轨道的过程 其实这个1918年 这个布尔什维克党改名 我觉得就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举动 这个在1918年以前 西方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都叫做社会民主党 或者叫做社会民主公党 布尔什维克也是这样 当年他们一直叫做社会民主 俄国社会民主公党多数派 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公党 一个括号布尔什维克 那么到了1918年 这个党才正式改名 改名叫做俄国共产党 一个括号布尔什维克 或者简称叫俄共部 那么到了1924年 苏联成立以后 再次改名叫做联共部 就苏联传联盟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到了1949年的19大 把这个最后面这个括号去掉了 那就是叫做苏共 当然到了现在又叫做俄罗斯共产党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俄共的改名 以及这个原来的第二国际中的一大拨人 脱离出去成立了第三国际 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那么第二国际究竟是为什么而垮台的呢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真正的分野在哪里呢 这个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 说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他们持沙文主义立场 他们支持战争 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因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抛弃了他们 而且他们自己也互相闹翻了 因为当时各大国正在打仗嘛 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支持自己的政府打仗 因此他们也就没落了 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第二国际陷入了沙文主义的泥沼 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而他们当时认为列宁按照这种解释 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主要就是表现为反战 那么由反战的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联合起来 最后就成了所谓的第三国际 这一点 从布尔什维克当时反战的立场上看 那当然是的确是可以这样说 布尔什维克是反战的 而且他的反战达到了很极端的地步 布尔什维克一个很有名的口号 就是有两个很有名的口号 就是第一个口号叫做 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 也就是说要把外战变成内战 第二个口号就是 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使本国政府战败 这个主张应该说很极端了 因为当时一般人讲的反战 只是说我们不支持战争 我们在这两国的战争中 我们持中立态度 公然说要使本国战败 这个说法还是很少见的 这个理论听起来就是有点像那个典型的 那个额间理论了 而且事实上 不管你主观上怎么讲 在战争期间你要使本国政府战败 那你实际上就是希望敌国战胜 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但是虽然布尔什维克当时的确是以彻底的反战立场著名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和第二国际闹反 原因和反战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应该说由于战争的态度问题 第二国际的确产生了分裂 第二国际内部各党都有一批人是民族主义者 是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行为的 这一部分人后来被考刺激挖苦 说是政府派社会民主党人 那么这帮人 当然他们就和反战的社会民主党人构成了 对立 反战的社会民主党人 当时就成立了一个联盟 叫做齐美尔瓦尔德联盟 就是当时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反战派 跑到瑞士的一个小城市 齐美尔瓦尔德 开了一个会议 建立了一个联盟 这个齐美尔瓦尔德联盟 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内部的反战派的一个联盟 这个联盟不仅是有政治象征 有宣言 而且成立了一个常设机构 就像后来的第三国际一样 有一个各党协调的一个机构 在这个战争问题上持统一立场 那么齐美尔瓦尔德联盟 包括了什么人呢 当然布尔什维克是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 但是孟斯维克同样也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中的人 而且后来在苏联时期的宣传中 被认为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几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清一色的都是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中的人 包括伯恩斯坦和考次级 这些人当时都是反战的 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当时的确有支持政府战争的 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的 主要是那个爱伯特 谢德曼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当年 他们也是和考次级这些人闹翻了的 因此你在一战期间 你看到的考次级的文章里头 考次级经常把这些人叫做 叫做那个那个政府派社会民主党人 那意思就是说 他们已经放弃了反对派立场什么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围绕战争问题 的确在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混乱 但是这种混乱和所谓的修正主义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列宁在后来集中批评的这些修正主义者 包括伯恩斯坦 考次级鲍威尔这些人 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反战派 那么这些人和这个 和布尔什维克当时在反战立场上 并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为什么他们最后闹翻了呢 你只要看看共产国际成立代表大会的主报告 和第二国际战后恢复活动以后的主报告 就知道这两者是为什么闹翻的 是吧 1919年 共产国际成立 它的主报告就是 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 是吧 这是第二国际的一个基调报告 是吧 就是我们是搞专政的 他们是搞民主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是吧 而这个第二国际 当然在战争期间 它基本上没什么活动 战争以后 在1919年 第二国际开始恢复活动 是吧 这个时候的恢复活动以后的第二国际 一般叫做博尔尼国际 是吧 在瑞士的博尔尼恢复活动的 同时 第二国际原来的反战派 但是又不是布尔什维克的 是吧 不认同列宁那套 那套主张的人 是吧 他们也成立了一个组织 叫做后来通常叫做维也纳国际 是吧 我们在国际供应史上 一般把它叫做第二半国际 是吧 那个意思大概是说 它介乎于第二和第三之间 是吧 第二点五国际吧 是吧 就是这 叫做第二半国际 是吧 那么这个维也纳国际 和博尔尼国际 这两者的区别 可以说 基本上就是反战与涌战的区别 是吧 这两者之间的确是有分歧的 是吧 维也纳国际的各党 基本上是属于当年的 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 是吧 这个但是又没有加入 第三国际的 是吧 但是事实证明 这个反战与否的争论 很快就成了过眼烟云 是吧 这个 维也纳国际和 博尔尼国际 仅仅过了几年 他们就重新 合流了 是吧 到了19 好像是1924年吧 具体的年代 我已经想不清 记不清了 是吧 这两者就合起来 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是吧 也就是今天的社会党国际的 那个 那个那个 前身 是吧 也就是说 实际上反战与否 在当时是一个 暂时的问题 或者说是一个小问题 是吧 这个反战者和 和支持战争的人 是吧 其实 当时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是吧 而且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那么真正走不到一起的 原因是什么呢 那个 博尔尼国际重新恢复以后 是吧 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也有一个主报告 是由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 布兰廷宣读的 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做 关于专政与民主 是吧 就前面没有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这两个字 是吧 因此 你可以看到 后来导致马克思主义者 彻底分裂成两块 是吧 其实 原因就在于 专政与民主的不可相入 是吧 而不在于别的 是吧 和反战与否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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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国际成立的 是吧 那个 他们的那个 这个 这个 基调报告 就是要捐持 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资产阶级民主 是吧 那么这个 第二国际 不是那个 那个 维也纳国际 恢复活动以后的 第一个主调报告 就是说 他们要捐持民主 反对专政 是吧 也就是说 主张 专政 当然了 这个专政 我前面已经讲过 马克思主义讲的专政 只是一种战时状态 是吧 到了 和平时期 那就不是专政 就是专制 是吧 那么 主张专制 还是主张民主 这一点 是导致当时的 马克思主义者 彻底闹翻的 一个根本原因 是吧 和战争 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这个时期 在经济 理论方面 两者其实 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吧 这个 第二国际各党 乃至第二半国际各党 是吧 他们一直把 实行公有制 取消私有制 粉碎市场经济 是吧 建立计划经济 一直把这些东西 作为他们的经济纲领 是吧 这一点 一直到1950年的 哥德斯堡 那个那个那个纲领 才改变 是吧 大家知道 这个第二国际 从他的 那个 成立以来 是吧 一直以 这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戈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 作为他的 那个基调 是吧 呃 这两个纲领 基本上讲的都是 都是要取消私有制 取消 呃 那个什么什么 是吧 那么到了 呃 到了 呃 到了这个呃 这两个国际分裂以后 是吧 两边实际上 仍然讲的是 是这些主张 是吧 呃 在经济上 你看不出 呃 有太大的区别 如果说 这一套主张是 左的话 那么社会党 国际 其实一直都是 在经济方面 一直是极左的 是吧 只是到了后来 他们啊 呃 那个这个四五十年代 他们才发生了变化 当然现在是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 这个东西 是吧 但是呃 呃 当年导致他们和列宁那一派闹翻 呃 其实不是因为呃 这个原因 是吧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闹翻呢 呃 不是 至于他们为什么后来会放弃了这个理论呢 是吧 这里我要讲我的一个看法 是吧 这是谁都没有提到过的 是吧 我觉得这应该说算是我的独创了 是吧 我觉得啊 这个 呃 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完全执政 呃 这个维马共和国 呃 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开始 但是维马共和国是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势力联合执政的 是吧 呃 真正社会民主党 这个呃 呃 完全 呃 以一党的身份 呃 呃 组织内阁 是吧 这是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开始的 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从1920年赢得大选就上台执政 他们最早就是想搞国有制的 是吧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他们是想取消私有制 呃 呃 呃 搞国有制的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个国有企业没法搞 是吧 呃 实际上1917年以后很短的一段时间俄国的国有制企业也有这种现象 什么意思呢 是吧 我觉得啊 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有制的确是非常难搞 是吧 你可以设想 私有企业 他能够搞得好 是因为 这个 这个呃 资方和劳方有一个明确的契约关系 是吧 那个有人替资本负责的 是吧 那么斯大林市的国有企业 我们现在可以说他有很多毛病 是吧 呃 他有很多那个那个 呃 很糟糕的东西 以至于现在我们谁都认为这是呃 需要改革的 是吧 呃 但是 斯大林时代的国有企业 尽管有毛病 他还是可以运作的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斯大林时代的国有企业 也是 有明确的管理制度的 工人 就是打工的 是吧 这个官僚就是管着你工人 是吧 那么这样运作起来的这个国有企业啊 形式上讲 就有点像美国 南北战争以前的南方的那个奴隶制重资源 是吧 这个这个 他就是可以运作的 是吧 而且 你还 你还不能说 他的运作效率就一定很低 是吧 这个国企的管理人员啊 在专制条件下 他虽然没有资本积累的动力 呃 动力 是吧 呃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呃 这个资本家 要把企业搞好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积累资本 是吧 而这个 这个 斯大林时代的国有企业领导要把企业搞好 为的是什么呢 不是为了积累资本 因为这个资本与他无关 是吧 呃 他并不是资本的所有者 是为了升官 是吧 这个企业搞得好 他有升迁激励 是吧 呃 他没有这个资本积累的激励 但是他有升迁的激励 是吧 他只要能够成功的完成任务 只要能够把企业搞得好 他就有可能一级一级上升 是吧 呃 那个那个呃 从厂长呃 当到管理局局长 然后当到部长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这个这个呃 那个有有仕途的激励 但是仕途的激励有一个前提啊 那就是 得靠任命制 是吧 不能靠民主制 是吧 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不可能有上级赏识你呃 什么什么你就可以上台的 而且民主国家有一个问题 是吧 民主国家的政治民主 很容易变成企业内部的民主 而企业内部一旦民主 这个企业是很难经营的 是吧 如果这个这个这个 呃 如果这个这个呃 管理人员 是吧 他是要讨好工人的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劳动时间越越短越好 工资越高越好 是吧 这个这个什么利润呢 等等等等 都是不必考虑的 是吧 那么就是啊 实际上 苏联在191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就有这种趋向 是吧 就是有那个工人都当家做主了 是吧 然后就把工资提到最高 工资压到最低 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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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吊儿张 这个一切的那些规章制度都被扔到呃就像我们文革期间是吧有一句话叫做呃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反对管卡压是吧就就就就就是这个这个呃那个博一波同志在他的回忆路讲那个时候是呃车间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是吧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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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직都很大 那个大红大翁的那种局面 这样的一种局面 这个企业是没法管理的 而你在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 你很难防止这个政治民主 不向企业内的民主转移 起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在民主社会主义条件下 工会的力量要比专制时代要强大的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